直男力亮云林县议员廖玉贤 今年2月闪架大塌22岁的助理教授 两人只交往21天就登记结婚 引发话题 但现在却被前男友指控是口不情人 他就是个性上比较极端 假难听叫分手费吧 他就是因为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所以我自己跟他讲 好啦那10万块就直接跟他答应这样 之前在一起 他就晚上一直上 然后就在FU上50块 前男友控诉廖玉贤疑似不满 他令结心欢 除了撞告法院追讨幽灵债 还删除他经营的G95粉丝专业 让他生意一落签证 针对指控廖玉贤也出面反击 不是他偷偷偷偷 这不是我应该对的 那是我欠罚的 我没法做事 这是法院的判决 女朋友曾经影射说 廖玉贤骗人家钱 你女朋友一直在乱讲话 为了要保护自己 我们必须告 而廖玉贤的老公户齐心切 也在脸书发文声援 只称前男友是被其他党议员 利用当答售 强调自己也会开直播回应 不过除了感情纠纷 廖玉贤也被爆料 为了向议会请款12万元 竟然自制复文 他的出稿里面 是没有看到他的名字 之后 然后才发现说 这个店里好像里面有他的名字 他作为他的后生 他怎么不可以作为他的护文 我爸爸妈妈出单 因为这件事我没关系 我两回就没有 阿公啊 我怎么知道这件事是什么 廖玉贤说云林县议会有不成文的规定 只要有议员家人过世 可评复文领3000元 其他议员他也都有付电仪 认为一切可受公平 即聊聊文明城广瑞贤论银 云林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